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黑灯瞎火里找开关了 拥有地理围栏功能的Hill呢 已经知道你回来了 填饱肚子才是你的第一件人生大事 这时候呢就需要更加明亮的灯光 帮你准备晚餐 但是啊 这么冷白冷白的灯光 肯定是不适合吃饭的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的更加温暖一点 那除了让人更加放松的享受美食之外 这种灯光下拍出来的美食照啊 还会特别的诱人哦 以后想半夜在朋友圈里放毒 那还不是分分钟手到擒来的事情 吃饱了饭呢 来个葛优糖帮助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在Hill的App里设置了很多好用的光配方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灯光调到休息模式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环境 当然啦 不能吃饱了饭就光躺着 我们要做一个爱读书的好少年 记住啦 探数一定要在足够明亮的光线下 除了用App控制灯光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无线小遥控 直接来调节Hill的灯光 相当的方便 我们都知道舒适柔和的灯光 对睡眠很重要 Hill可以设置好睡觉的时间 灯光就会自动的慢慢变暗 提醒你啊 该放下手机睡觉咯 有入睡模式 当然还要有唤醒模式 Hill可以模拟太阳升起的自然光 不过对于像我这种 睡觉就像粘在床上一样的人来说 还是要多调几个手机闹钟 比较保险一点 由于Hill通过网络连接 所以啊 无论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 都可以通过手机随意控制家里的灯光 再也不用担心出门忘记关这个 忘记关那个了 并且啊 Hill还支持苹果的HomeKit 是的 你可以叫蠢萌蠢萌的Siri帮你开灯啦 小白的安装难度和丰富多样的功能 菲利普Q会让你知道生活当中的灯光 也可以这么的丰富贴心 如果你想知道菲利普Q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上的维码 进一步了解吧 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欢迎 嗨 嗨 Siri 关灯 Sap тер threatening 好吧 我也rite 差 pequeño 十ASON 正